酸檢面火器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們這一期要跟小朋友介紹的作品 叫做酸檢面火器 酸檢面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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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開始介紹所謂酸檢面火器的一些材料 第一個叫檸檬酸 第二個是小蘇打粉 一個寶特瓶 然後我們這個波霸的粗吸管 細的吸管 還有我們的原子筆 我們要用到這個筆頭的地方 透明膠帶、剪刀、美工刀這是必須的 那另外還有一小塊的什麼 這有黏土 另外一條橡皮筋 好這邊有一個寶特瓶蓋 把這個吸管把它放在垂直的正中央的地方 我們用我們的鉛子筆把它描繪出來 我們用美工刀來做切割 直接往下 圓的部分比較難切 所以我們不要切圓 我們就切一個正方形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切出來的形狀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後面膠帶 我們稍微拉長一點 然後把它黏著在我們的吸管上面 直接包覆 稍微厚一點沒有關係 這邊我們用橡皮筋 當成一個類似橡皮的一個紙肉的一個圈圈 我們把它稍微繞一下 這時候把它往前面推 它就固定住了 把油黏土撕一小片下來 捏成一個條狀 然後呢 黏在外面 我們取得原子筆的筆頭的前端 我們把我們的這個吸管的前端呢 剪開一點點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筆往裡面伸 我們拿一段透明膠帶 黏著的時候呢 一定要黏著非常的緊 好 這是我們的噴嘴的部分 我們拿到這個粗的吸管之後呢 好很簡單 我們用手把這一端怎麼樣 弯折下來 用手去捏一捏 用一段透明膠帶 我們盡可能黏貼的時候呢 讓我們這一段彎折的部分 跟我們底部的部分的這個吸管 要完全的固定在一起 我們用嘴巴去吹一吹 只要你在吹的過程當中 沒有感覺到這裡有異漏的漏氣的現象 這表示說這一段已經被我們完全 完全密封住了 我們用手去捏一下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粗的吸管 從側向把它剪一個缺口出來 變成它是一個斜口 好那第一種我們要調配的叫做檸檬酸溶液 那一般我們在調配的時候呢 這個水的溫度稍微高一點 大概就是溫熱的水 當我們把檸檬酸 加到我們的這個水裡面去之後呢 只要我持續的攪拌 持續的攪拌 你發現怎麼攪拌都還會有一些什麼 還會有一些所謂固體的這些沉積物的話 那就表示說這個溶液已經達到飽和了 好接下來我們來調配 這叫做小蘇打溶液 我們一般在反應的時候呢 飽和溶液的效果會比較好 好 那我們正式操作的時候呢 好我們剛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先把檸檬液倒進去 我們以寶特瓶的底部 就是大概這兩公分的這個深度就可以了 這個管子我們一般是酸管 也就是我們把酸加到這裡面去 好我們把它裝滿之後呢 好把多餘的部分把它盡可能讓它滴掉之後 好這時候請講話看一下 我們把酸管加到我們的寶特瓶裡去 再把我們的噴嘴的部分把它固定好 好小朋友可以看一下 這外面是什麼 外面是所謂的透明無色的這個小蘇打溶液 裡面這根管子 我們酸管裡面裝的是檸檬酸 好我們趕走拿準備看一下 當老師把右手的檸檬酸加到左手的小蘇打溶液的時候呢 你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很多的氣泡冒出來 對不對 我們把這兩種物質把它混合在一起之後 就形成什麼 我們叫做檸檬酸那 氣泡是什麼東西呢 這氣泡直接就告訴小朋友 這叫二氧化碳 加到寶特瓶裡面的是小蘇打 就是碳酸氣納溶液 在管這裡面的叫做檸檬酸 當我把這個酸結面火器用反手拿 結果倒池之後呢 這液體是不是就流出來 結果這一流出來 就流到寶特瓶裡面去了 對不對 好這個時候你就發生 剛才老師把酸液檸檬酸 把它倒到小蘇打溶液裡面去 是不是產生很多的氣泡 這個氣泡就充滿在我們的寶特瓶裡面 形成一種壓力 那這個壓力就會將這個 原來裝在瓶子裡面的這些水爐葉 直接從我們的橘色的這個噴管裡面 直接噴出來 那之所以噴的力量這麼大 就是因為我們改變了我們的橘色吸管的 噴水的粗性 我們從原來是這麼粗的這個大小 把它改變成這麼小 結果這個壓力變得更大 所以這時候水 這裡面的溶液就噴得越遠 那最後這個溶液 對啊最後我們用這個水把它沖掉就可以了 它也不會造成環境的汙染 這是我們今天的作品 叫做酸解滅火器 介紹給小朋友